大家好,星期二日報 是2022年10月21日,星期五 元朗國真的不受控 真是趙劈趙斬 在八鄉發生撞車斬人血案 21日凌晨2點多 兩個男子駕駛一部黑色法拉里有錢 沿錦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行駛 駛到影河路近移戀 對開的時候,三部私家車由影河路缺口轉出 迎面狂撼法拉里 三部車手隨即跳出六至七個持刀的惡殺 新刀進去狂斬法拉里兩人 兩男當場肉缺,兇徒懲空之後 跳上其餘的兩部車圖去 剩下的一部車圖去撞了 即是撞他的法拉里的白色私家車 就留在那裡了 有相片 兩個男子負傷落車報警求助 坐在花槽石博等待救援 其中一個血湧如柱,攤在地上 神志模糊,到場的警員上前呼喚 頂住啊!頂住啊! 石博邊流下大攤的鮮血 兩個事主,姓周和陳,都是27歲 年輕人,扎法拉里有錢 周藍,空肩腳中刀 半分為被送去博外醫院搶救 陳藍,守中刀 清醒送院 兩人稍後被轉送去屯門醫院 警方說兇徒以六把,大約30厘米 牛肉也襲擊兩人 交給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者 江湖仇殺 元朗國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請陪大家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通擊五毛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